朋友们大家好 如果您想在AMB82 mini开发版上使用自己客制化的神经网络模型 那摩想必您一定也很好奇电脑上训练出的模型如何才能转换为与开发版兼容的格式呢 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上AI模型转换工具供您使用 这个工具将大幅度的简化模型的权重 这样,模型文档的大小也会随之减小 最后使其能够在AMB82 mini等清凉迁入式边缘设备上运行 在我们开始之前,请注意 这个线上工具目前仅支援运行在DarkNet框架上训练的YOLO,Mobile FaceNet和SCRFD模型 如果您使用的是PyTorch或TensorFlow框架训练模型 请在使用我们的工具之前将它们转换为CFG,Weights或ONX格式 准备就绪后,输入您的电子邮箱 因为经过处理后的模型档案将发送回您的邮箱 接下来,选择您使用的模型 然后选择您想要用的量化级别 UINT8会比INT16更加量化您的数据 从而进一步压缩模型文档的大小并缩短推论时间 另一方面需要补充的是 选择INT16标准量化将为您提供更高精度的推论结果 选择量化类型后 上传包含Config配置和Weights全重档的zip文档 确保您的zip档仅包含这两个档 并重新命名为仅含有英文的文档名称 最后,上传JPG格式的图像 在线工具将使用此图像来改进结果 因此请确保图像来自训练期间使用的数据集 您也可以选择添加更多图像以提高模型的准确性 上传图片后,点击提交 几分钟后,这个在线工具会生成神经网络的二进制文档 这个档案最终会发送到您之前输入的电子邮箱中 为了避免转换失败或出现未知错误 您需要确保您的模型文档是使用最新的package依赖文件生成的 您也可以查看我们官网的常见问题解答部分了解更多资讯 一旦您通过电子邮件成功收到转换后的NB档 就可以将其添加到您的AMB82Mini开发版了 首先,如果您想将该档与内置的MibonM范例一起使用 请按如下方式重命名该档 如果您使用该档案进行物件检测 请以您使用的特定YOLO版本命名 如下所示 如果您将档案用于人脸检测 请按如下方式命名您的档案 如果您使用该档案进行人脸识别 请按如下方式命名您的档 接下来,将NB档案复制到Arduino项目资料夹中 此资料夹的位置如下 取决于您使用的是Windows还是Linux作业系统 如果您正在处理自定义专案 请将该档案放在包含专案的 INO档案的资料夹中 打开Arduino IDE并运行与您转换后模型相关的AmoebaNN范例 我们的教程到此结束 我们很高兴见到大家分享您自己的客制化AI模型专案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对您有帮助 请留言告诉我们 同时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